6月5号,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泰国公主施林通,并出席公主第50次访华庆祝活动。 韩正热烈欢迎施林通公主访华,请其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瓦吉拉龙宫国王陛下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。 赞赏施林通公主自1981年首次访华以来,对发展两国关系庆祝巨大热忱,做出重要贡献。 韩正表示,中泰友谊跨越千年,中泰关系历久弥新,中方愿同泰方一道,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,弘扬和传承中泰一家亲传统情义,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,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,实现共同发展繁荣。 施林通感谢中方对泰国抗击新冠疫情给予大力支持,表示50次访华走遍中国大江南北,深切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友好,衷心祝愿中国繁荣昌盛,两国友谊,万古长青。 受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